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规律局的珠宝3D设计教学频道 十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影片 不过这边还是让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做个简短的说明 首先我们有针对珠宝设计做出相应的环境设定 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一定要点开我们每期影片的完整资讯 然后跟着我们设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环境设定 其他背景知识的影片也都会在这边条列出来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再慢慢观看 还有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不错的话 麻烦一定要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接着就让我们进入这一期的主题教学吧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卡通大象 这次我们会示范用描图的方式做出这个卡通大象 那这种2D的图形转回3D模型时通常不是那么合理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调整方式 看看怎么在3D和2D之中取得平衡 一开始先添加平面来描出大象的轮廓 因为还算是对称的形状 所以我们先用镜像做雏形 这个时候记得开启剪辑 我们先用镜像做雏形看颜色的图形 我们先把这个图形成做出来 我们先用镜像做雏形看颜色的图形 就是对我们的主题 就可以现在我们先2D了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以兜像谢谢 是对我来看 还不错 感谢观看 随时注意曲度 接着我们做左半边微调 先套用镜像修改器 再进入编辑模式 调整左半边 这边记得留下鼻子空间 接着来处理鼻子 先切一条loop 然后对到鼻子的高度 微调一下其他部分的形状 然后从这边开始挤出鼻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一定要确实的呈现弧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鼻子好了以后 我们切除顺着鼻子的中线 然后是顺着前后角的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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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两角的部分中线切齐 接了loop以後上面的弧度會跑掉 記得要修回來 接著是做出身體的膨度 先開啟比例畫邊擠 這次用球形 然後膨起大概會是這樣子的弧度 所以要選的是中心偏下的點 然後Y軸位移 用滾輪控制變形的範圍 就是讓大象變形成這樣 再來關掉比例畫邊擠 然後選鼻子範圍的loop 用RELAX算一下形狀 再添加鏡像修改器 稍微調整一下鼻子的形狀 一樣用RELAX算一下 一樣用RELAX算一下 然後把鏡像順序改到第一 全選稍微往左移 開啟剪輯 開啟剪輯 選內側所有頂點 接著把角的頂點取消 EY往內側擠出 然後把不夠或沒擠出的部分補牆 像這邊就還要多擠出一段 這邊是重疊的頂點 等一下再一起處理 先把空洞都補好 都補好以後全選合併重疊的頂點 再來中間這邊不夠圓弧 稍微處理一下 我們下喔 列ごool! 記得要反覆對照參考圖調整形狀 請 Jewish 这样转过来看形状就合理多了 然后鼻子的形状再顺一下 感谢观看 接着把两脚这个位置的loop消融掉 这样我们做厚度时形状会比较顺 然后选脚的顶点 一样一歪挤出 然后把有缝的地方合并起来 这边还有一个开口 那这种开口要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四个顶点可以见面 像这个就有四个顶点 所以直接按F见面 对 感谢观看 接着跟着我的画面选脚步在中线的0点 离字的部分记得取消 然后关掉剪辑 往旁边移让脚步分开 再来先关掉镜像的显示 选脚上的顶点用F把面键出来 这只脚也是 然后用K割出连接终点的分段 这边也是K 压住Shift点一下 Enter确定 再来开启镜像的显示 把有风位置的顶点往中心合并 哦 忘了把剪辑打开 这样就把四只脚都做出来了 一样继续对照参考图调整形状 然后再来开启镜像的顶点 在脚的末端重新增加分段 强化形状 到这边大象的身体就完成了 接着是眼睛和耳朵 先添加一个平面做耳朵 细分 套用旋转与缩放 描出耳朵 耳朵不要做得太工整 有一点不规则 反而可爱 用比例划编辑做弧度 用比例划编辑做弧度 以外挨出耳朵 demand Ey挤出厚度 也挤出厚度 已经硬次了 捦出厚度 こと比例的 iPhone 至至硬度 速这样率 那下降 rupal度 载留下RO 虎 波切通冷 까요 勒 Sole Company and 高德并 別忘了Y軸的鏡像 眼睛就直接跟耳朵在同一個物件裡完成 一樣是平面 擠出厚度 前端縮小做成T形會更有眼睛的感覺 再次食べ下去 再次就可以了 取成效果 再次回應 開始 後兩後 開始 我們便宜一位 現在 開始 位置確定好以後一定要記得叫回隱藏的部分 順便確認發現方向 最後是尾巴 尾巴要用平面來做 要對齊的是右視圖 再快速地把尾巴完成 馬舛失響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益 柳聲 社員 社員 編曲 接着是材质的部分 这次我们用白K金 不过这次的粗糙度要改成0.2 这次的HDI是这张 比对相乘的力量是1 然后这次有在X轴转一点角度 接着来看Render的结果 OK Render的结果还不错 大家也赶快跟着影片 加入Blender珠宝3D设计的行列吧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如果觉得Blender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lender Cloud 既支持Bl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